董厄施的死对士祖皇帝打击极大 据汤若旺传记载 福林甚至寻死觅活 不顾一切 人们不得不昼夜的看守他 使他不得自杀 走进古迹讲故事 你好 我是昆仑刘石 昨天咱们批评半天 这个称呼孝宪皇后为董厄斐的人 通过这一天一宿的琢磨 我觉得在我的故事里 也得这么称呼孝宪皇后 因为我怕 我说了半天 这好朋友们根本就不知道我说谁呢 有新来的朋友一听 呦这是说谁呢 孝宪皇后 没听说过呀 人从兜里掏出遥控器转台了 我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您说对不对 得咱们不开玩笑了 咱们继续说这孝宪皇后 董厄是顺治皇帝的白月光 上文书 咱们说了关于董厄娘娘身世的种种猜测 并管是哪种猜测 总之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顺治十三年的八月 这董厄施进宫了 并且呀 他不像其他妃子一样 是逐级晋升 进得宫来呀 先封了一个贤妃 一个月以后就立刻被封为了皇贵妃 皇贵妃这个位号 可不是逮谁都能封谁的 清朝啊 在董厄氏以前 根本就没有皇贵妃这个位号 在乾明一朝 皇后因为种种原因 不能主理后宫 皇帝就会册封一位皇贵妃 皇贵妃就带皇后 处理后宫一切事物 通常啊 就是这皇后啊 即将被废 或者是病的 已然爬不起看来了 既然呢 这顺治 册封董厄氏为皇贵妃 那么他就有废后的心 算起来顺治皇帝今年 也不过才十九岁 不过呢 他前边啊 已经废过一任皇后了 就是伯尔吉吉特 孟古清 现在的皇后呢 也是个伯尔吉吉特 叫伯尔吉吉特 阿坦奇奇格 顺治皇帝 不太爱这个皇后 可是巧了呀 他爱董厄妃呀 于是啊 他就想换换 把现在这个皇后再废了 立董厄妃为后 哎 从这会儿啊 咱们就能看出 这位董厄娘娘的人姓来了 要说顺治的这位 白月光董厄娘娘啊 她不但人长得漂亮 这脾气也是招人爱 她跪在地上啊 苦苦的哀求顺治 不能废后 不但如此啊 这董厄娘娘啊 对不招自己丈夫 待见的皇后 非常的好 即便青史稿上 记载董厄氏进宫的年龄 是准确的 十八岁 那么这一年啊 皇后也只有才十六岁 不过呢 这董厄妃进的宫来 对皇后啊 就像对长辈一样的尊敬 话说顺治十五年 孝慧皇后啊 得了重病 己治病危 董厄娘娘 五天五夜 在昆宁宫里服侍皇后 没有休息 她不放心其他的宫女太监 只有在皇帝探病来的时候 她才趁这会儿功夫休息一下 您看这董厄娘娘的行为啊 和一般偷奸耍滑的人呢 是反着的 要是换了一些有心机有想法的 那肯定是皇上来了极力的表现 皇上走了就置之不理皇后的病情了 五天以后皇后的病情有所好转 董厄娘娘才拖着疲惫的身躯 离开了昆宁宫 一出宫门呢 含泪养天常态 尚唯我后世 躺 积中不全 奈何 娘娘的意思是说呀 我来照顾皇后的病情 万一皇后要是不治宾天 我可怎么办呢 看来啊 这董厄氏对皇后娘娘的病情是真的关心 在电视剧康熙王朝里 孝庄文皇后非常讨厌董厄妃 作为皇帝的妈妈 这太后啊 几乎连看都没看过董厄妃一眼 张嘴闭嘴啊 就是那个女人 在现实当中 董厄氏和皇太后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皇太后病重 董厄妃三天三夜 一不解待侍后身旁 反之当时的孝慧皇后啊 不知道犯了哪门的劲 没来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 顺治皇帝才抄抄着要废后 这一来二去呢 这皇太后啊 对董厄妃是一会儿都离不开了 有一次啊 这顺治皇帝同太后去泡温泉 董厄氏呢 因为生病就没能随行试驾 这孝庄皇太后就跟皇帝说了 你还得把董厄氏叫来 她对我生活起居上的照顾啊 我已然习惯了 没有她的陪伴 我感觉很不适应 端敬皇后形状有所记载 生性孝顺恭敬之大体 对上谦虚退让 对下宽仁慈爱 不会以自己的身份高贵 而自恃抬高自己 无微不至侍奉太后 向子女般观察其言行 行走在皇太后身边 小步即行如婢女一般 皇太后很赖她的身边侍候 若不是她侍奉 就感觉不乐 顺治皇帝用一句话 准确的评价了董厄娘娘 惠敏端良 未有出董厄氏之上者 哎 要说呀 这人不与天斗 不与命争 这董厄娘娘啊 就这般辛苦的经营自己 终于累病了 身体啊 一天比一天虚弱 就在这时候啊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也随之而来了 董厄飞啊 进宫不久 就为顺治皇帝 生下的一位皇子 排行啊 在四 看出这顺治皇帝啊 偏腾这位皇子来了 当人不当人的 提起这位皇子来啊 总是说呀 此乃朕之第一子也 其实啊 这前边啊 还有仨儿子呢 其中步伐呀 就有后来的康熙大帝 爱心觉罗 玄业 不用细说呀 也能体会到 顺治啊 是铁了心 把自己的皇位啊 传给董厄氏生的这位皇子 怎奈呀 天不随人怨呢 孩子生下来 不过几个月 便夭折了 顺治皇帝 虽然追封其为 和朔荣亲王 那又能怎么样呢 这对董厄氏 这位妈妈 是巨大的打击 本来就身体虚弱 又遭丧子之痛 就在顺治 十七年的八月十九日 这位董厄娘娘 在自己的城前宫当中 撒手人寰 香消玉养了 轰式那年 年仅二十二岁 董厄氏的死啊 对士族皇帝打击极大 据倘若旺传记载 福林甚至寻死密活 不顾一切 人们不得不昼夜的看守他 使他不得自杀 没过多久 顺治皇帝也想明白了 光自己难过呀 是没有用的 一定要想办法 弥补自己的这位爱妃 那么这顺治皇帝要怎么弥补呢 一方面啊 要靠权力 另一方面呢 要靠财力 巧了 这两样东西呀 顺治皇帝都有 首先 他决定啊 追封董厄妃为后 董厄氏去世后的第三天 也就是八月二十一日 顺治皇帝颁布御旨给礼部 皇贵妃董厄氏 于八月十九日空氏 奉圣母皇太后御旨 皇贵妃左里内政有年 殊得张文 恭为氏化 殊尔崩氏 于心身为痛道 以追封为皇后 以氏包虫 朕养成慈欲 特追封家治氏号 氏曰孝县庄和 智德宣人 温慧端敬皇后 并且呀 随之刺死了三十名太太和宫女 以免这皇贵妃呀 在地下没人伺候着 咱们得说一下啊 关于这件事啊 有两种说法 有一说呀 是赐死了 有一种说法呢 说是这皇太后和众大臣 极力劝阻 就没能成功 不但如此啊 这顺治皇帝还传下一旨 让这亲王满汉四贫以上的官员 并且这个公主以下王妃 及告命夫人以上 每天呀 都得到这景云门外头 早早早早的 给这孝宪皇后哭丧 一共啊 得哭五天 孝宪皇后子宫 从紫禁城 东六宫 城前宫 移至景山 关德殿赞安 是由满洲八旗 二三品的大臣 抬过去的 我跟您说吧 这种礼于啊 有清一代 不光是皇贵妃的丧事中 没出现过 就是皇后 皇太后的丧事中啊 也没有出现过 这些都是顺治皇帝 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 给董恶娘娘 争取来的无上荣光 您就说 董恶娘娘这嗜好吧 孝宪庄和 智德宣人温慧 开始 六部大元 王公朝臣们 给孝宪皇后 你的嗜好 只有四个字 顺治一听 不行 字数太少 接着你 那大臣一责门 那就六个呗 还不行 还少 八个不行 还少 最后十个字 就这样 顺治皇帝 觉着还不过瘾 又给添了端敬二字 顺治 还给这帮大学士开会呢 问这帮大学士啊 为什么 在孝宪皇后的嗜好里 没有天圣两个字 不但如此 董恶妃 还有一项荣光 在死后啊 没有享受到 就是 他是清朝唯一一位 不系帝氏的皇后 这句话怎么讲啊 也就是说呀 您比方说 康熙皇帝的妈妈 孝康皇后死后啊 被定嗜好为 孝康 张皇后 张这个字啊 是他丈夫 顺治皇帝的嗜好 皇后死后 系帝氏 就可以把这个张字啊 加在自己皇后的前面 以表示啊 我是谁的皇后 但是在顺治死后 清帝国的朝廷 并没给孝宪皇后 系这个帝氏 也就是啊 这张字没有加上去 您看 顺治的那两位皇后 孝慧张皇后 孝康 张皇后 他们都是系了着顺治的嗜好 唯独 董厄氏是独立的嗜好 孝宪皇后 有人说这是清廷啊 刻意的打压董厄氏 其实啊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 儿皇帝给先皇的皇后加世 必须得参考两条 第一条 就是生前必须是皇后 第二条 就必须是儿皇帝的妈妈 您算算吧 这孝宪皇后啊 这两条都不沾 再者呀 很多朋友啊 和这顺治皇帝是一个想法 为什么在董厄妃的这十个字嗜好上 没有天 圣 两个字呢 这里边的原因呢 和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原因差不多 这天呢 您得生前是皇后 天子的正妻嘛 当然能担得起这天字 圣呢 那您必须得是儿皇帝的妈妈 您看在清代 所有儿皇帝的妈妈 都被尊为圣母皇太后 就是这意思 这二者有一啊 两号军战 无奈啊 这孝宪皇后 这两样全不战 所以说 董厄娘娘身后啊 并没有受到冷遇 按照组治理法 理应如此 董厄娘娘轰事以后 就在景山的关德殿前 由大师 毛西森主持 实施了火化 不到半年的时间 顺治皇帝 也相思而死 被双双 埋进了 青东陵 孝陵的地宫 两期 孝宪皇后的故事 咱们就算都讲完了 您要是有什么 不同的观点啊 咱们留言区 一块儿 再继续掰扯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 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您记准了啊 自要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